HELLO 各位全英国的观众朋友大家笑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好的 台北股市我们上礼拜提过什么 我们说下一站幸福 今天大盘往下挫跌之后 是不是就完全符合我们上礼拜所说的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子母画面的部分 好 上礼拜在这个左手边的部分 我们跟大家报告了 我们说这个晚报的时候 我们说记得要收看 转角遇到爱 下一站幸福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盘会往下做拉回整理 那拉回的时候 各位投资们要好好的把握进场的机会 因为上一次也就是这个大跌三天 我们说三日之内必反弹 第三天开始出现一个波段的反弹 而且连续四天涨611点 各位投资朋友 当时没有把握住的这一次的拉回 有没有 下一站幸福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 来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美国股市的位置 其实它已经超越历史的最高了 而且远远超越台北股市的前高 12197的位置 但是我们今天台北股市 然后我们把这个画面放大好了 我们看这个全移木的画面 好 我们看到这个全移木的画面当中 很清楚看到台北股市今天 它收了一个下引线 那我们怎么说的 我们说情况一 只要没有社区感染 或者是这个中国开工之后 上海没破底 那台北股市 它就不会破底 所以拉回要怎么样 把握下一站幸福 选好股票 来给我这个 子母的画面 好 所以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今天台北股市 它的收盘收在1157点 下引线高达151点 尤其是上礼拜一的时候 上礼拜一跟这礼拜一 这么臭小都是礼拜一 这个礼拜一 它不是黑 不是这个黑色的礼拜一 上礼拜一 它是一个长下引线 216点的长下引线 这礼拜一 它是151点下引线 它等于说是一个恐慌性的杀反 因为今天2月10号 很多大陆的公司 在今天复工 那有些它没有复工 好 那这个地方 跌189点之后 它就开始缓步的垫高 所以这个地方它形成什么 我们技术分析所说的 这个双锤打桩 打下去之后 都拉一个下引线上来 代表什么意思 空方的力道逐渐的衰减了 所以你看这个收盘的位置 它变成说只有小跌38点 小跌38点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 主画面的部分好了 你看这个最后 我们看那个全萤幕 这个地方 最后面还拉一个 这个拉尾盘 所以跌幅缩小到剩38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上礼拜 我们有跟各位朋友 报告过了 这个6715的家机 也就是上礼拜五 我们说买股票 何须要用追的呢 有没有 那时候我们提到 胜利第二再创家机 来给我这个 子母画面 好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我们上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中国重挫8% 哇 那市场超级无敌恐慌 市场重挫8%的时候 谁敢买股票 没有嘛 可是我们在当下 我们是买进哦 我们买进6715的家机 我们说他是胜利第二 会再创家机 结果上礼拜五 攻上涨平板嘛 而且还锁住 还锁住 好 那重点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证据 有没有 我们左手边这个地方 我们说2月3号 礼拜一 6715的家机 市价买进一成之金 而且是新旧会员 全部都要买进 我们说他大股东是加责嘛 而且连世界级的公司 Intel都入主他 好 那跟他共同合作 开发新的产品 高速传输的这个通讯产品嘛 好 所以你看95块进场 结果当天攻到涨平板 重点是我们买的位置 是在这个最恐慌的一个时间点 好 那来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上礼拜 我们跟大家报告过 下一档在哪里 这是上礼拜五 我们说下一档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全萤幕的画面好 我们说这个是转角遇到爱嘛 我们看这个 这个投影片的全萤幕 好 就是我们这个下方讲的嘛 转角遇到爱嘛 股票要买嘛 你如果没有买 你没有办法 你不会遇到爱嘛 来我们看一下 而且我们在这个 礼拜五的盘后解盘影音里面 最后面我们来告诉大家 这档股票 我们说这一档 波段持股 投资朋友一定要买 我们提醒特别提醒一定要买 我说只要肯相信都来得及 加入团队一起赚嘛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88块 有没有一个 这个重挫 大盘重挫 它打到跌停板 隔天最低 开始出现个长虹K棒 然后一路往上追个走高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 子母画面的部分 好 那在这个周末啊 假日 我们看一下这个主画面好 其实在周末假日的时候 我就特别跟大家分享 分享说 这个在群组里面嘛 因为假日这个时间 大家比较有空嘛 特别在这个国民当家群组里面 特别分享 我们说 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嘛 请大家收下 不用客气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PTT的这个全萤幕好了 我们说这份礼物 请收下 不用客气 我们把这个财务资料 把这个公司的财务资料 放在下面 那我们在这个 特别提醒大家说 上次低点 没把握住的 这是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为大盘 既然不会破底 有没有 那两个条件没发生嘛 哪两个条件 一个就是台湾没有发生社区感染 一个就是中国上证指数没有破底 这两个条件没有发生的话 台北股市它不会破底 既然没有破底 有没有 你就要找好股票 尤其是工厂在台湾 没有这个产业锻炼危机的公司 有没有 重点是我们看到左手边 我说产业透明度高 而且是业绩越越越大成长 产销组合改变 毛利率净利率大爆发嘛 那我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面这个地方 我们说淡季不淡大幅成长 有没有 这家公司淡季不淡 大幅成长 那摆明就接到订单嘛 重点是接下来还会大成长嘛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图的这个右上方 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这个 五千战幸福嘛 而且是留言有64个 分享有77个 有241个 代表大家都有看到了 大家都有看到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的数字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 子母画面好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你看我们这个左手边的地方 左手边这个字 稍微比较小一点点啊 不过口头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左手边这个数字 它是不是 从这个去年的1月份开始 逐月往上做一个递增 有没有 营收不断往上做一个成长 尤其是在这个今年的原月份的时候 它竟然比12月份的营收 还要成长7% 而且比去年同期 还要增加47.5% 重点是你知道今年的1月份 它的工作天数很少 是过年嘛 那去年的1月份 当然它不是过年 去年的过年是2月份 它也比去年的2月份来得更成长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它的业绩 它的营收大幅度的跳增 它根本就是不管这个工作天数少 即使在过年时间 它还努力的在加班在运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PTT的全营幕好 好 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最上面是什么 这个营业毛利率嘛 这个营业毛利率 有没有出现 这个2019年第一季的时候 是12.76% 2019年第三季多少 25.04% 有没有翻倍成长 太厉害了 那尤其是我们看到税后净利率的部分 有没有 2019第一季是1.74% 1.74% 那2019第三季多少 12.64% 也是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家公司 好 这个主画面给我 它代表的是 这家公司 它不是只有营收大幅成长而已 它是产销组合发生变化 所以产销组合发生变化 毛利率才会提升 税后的净利率才会提升 那代表说这家公司 它是相当不得了的 尤其是 它在去年的第一季赚0.17 去年的第四季就赚了1.71元 第三季赚1.71 第四季铁定更好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去年的这个第四季 开始这个业绩 很明显的比第三季来得更成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的部分 看一下这个子母画面 好 所以如果你是我们股民当家的家族成员 当然你不会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在礼拜天你才看到我们这个讯息 也不会是在上礼拜五旁后影音看到这个讯息 你一定是第一手掌握到优先的讯息嘛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PCT的这个全萤幕的画面好了 你看这个左手边的地方 左手边的讯息是什么 好 31号的时候礼拜五 我们看到这个讯息 我们发 那工厂是 在哪里 所以前一天30号 有400多家股票打到跌停板 他也被打到跌停板 什么意思 他就是被错杀的股票嘛 我们都讲很清楚 他就是被错杀的 等业绩公布 股价自然会水涨船高 而且这张股票我们说团队非常看好 他说如果不是自己错杀的人记得回补 你要记得买回来 虎口婆心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的右手边 我们说2月5号礼拜三 我们说我们还再提醒一次 我说上礼拜四往下跳过缺口 已经全部回补起来 而且礼拜五还提醒大家错卖一定要回补 这张股票非常看好 业绩公布之后会让大家惊艳 持股报老 怕大家这个空方缺口回补之后 又急着跑 又急着跑 来我们看一下 2月6号礼拜四 就是这个上礼拜四的时候 我们还请所有的新旧会员 所有的会员都要确认库存 一定要有这张股票 而且至少买两成的资金 它是我们非常看好的波段金平股 波段金平股 我说这个2月6号礼拜四 它已经来到100块附近嘛 最后一句 我说一旦营收公布 很快会挑战前波高点 而且你看一下 这个2月7号礼拜五 礼拜四已经提醒了 会挑战前高 已经来到100块了 2月7号礼拜五 把其他的股票动得比较慢了 我们把它卖掉 直接获利出清 把它转到最有机会的标的上 有没有 我们说102元附近 再度加码买进 8155的脖子 因为1月营收很快要公布了 预估很快就要公布了 所以我们说趁下跌 而且你看到我们的逻辑就这样子 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来我们给我们这组画面 好 我们买股票的时候操作 我们会告诉大家说 股票不要追嘛 重点是你要趁跌的时候 来进场做一个买进 所以我们2月7号 就上礼拜五 脖子是跌的 我们趁跌的时候 进场做一个买进 新订单到手 没有表现 这营收表现会让人惊艳嘛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全萤幕画面的部分 好 你看到这个简讯的部分 今天我们怎么说的 我们说恭贺全国会员 全国所有的会员 815的脖子 恭上涨停板 而且是创新高 突破过年前的最高价 等于说这一段时间 武汉肺炎发生以来 影响非常剧烈以来 这段时间 来我们给我们的子母画面 这个地方往下杀下去 这个地方有没有 全数 全数所有的跌幅 都把它收复了 而且还创下波段新高 它的位置 就像美国股市一样 就是创历史高 你知不知道美国股市 从这个 纳斯达克 再到标普500 再到道琼 全部都创下历史高 好 所以这张股票 它也跟着美国股市一样 创历史高 尤其是我们看到左手边 这个产业 伺服器用的PCB 公共电脑用的PCB 其实就像这个 你举例 你去看一下这个翔硕 看一下这个微影 看一下这个信华 都是伺服器相关的 这些股票 它都涨非常非常多 涨的800块900块 一直往上作用攻击 所以它的产业前景往上 股价趋势也是很明显的偏多 所以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产业趋势向上 后面业绩还会很惊人 所以大家持股报了还会涨很多 不要因为今天涨停板 我们就把它卖掉 而且这张股票今天是 从头锁到尾到收盘 还说涨停板 接近2000这样一个涨停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整个画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PTT的整个画面 好 那你看这个815的脖子 市场在恐慌的时候 你再回想一下 上礼拜这个新春 上礼拜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最恐慌的时候大家在干嘛 打到跌停板乱砍 隔天88块 我们叫大家要进场买进 到今天为止 当时88 今天涨停板已经来到113了 你看价差有多少 你看这个地方 波段的涨幅高达28.4% 而且你看每天从1月31号 我们进场减钻石 1月30号是别人打到跌停板的 错杀了嘛 可是你看1月31号 开盘的位置跟收盘位 跟前一天收盘位置差不多一样 是88块 那2月5号我们还提醒大家说 因为回补缺口了 而且这个业绩快公布了 2月6号 再确认 请大家确认 库存你至少要两成的资金 至少买两成 2月7号我们还请大家 再确认要再加码 而且你看2月7号 它是往下跌的 我们是趁跌的时候买 那收盘收一个 10字的这个K棒嘛 那收盘当天是收跌的 就今天开高 就直接往上挤拉 攻上涨停 就算你今天 你是股民当家群组的好朋友们 这个粉丝们 其实你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进场做买进 你还是可以赚到 很大的一个价差 好 今天是攻到涨停板所住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PET的这个画面里面 当然我们今天 有没有 我说为我们的操作嘛 就这么朴实无华 重点是价值投资嘛 你要相信这个团队的力量嘛 来所以下一档股票呢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来我们给我们这个主画面 所以 各位同志朋友 其实股市的操作就是这样子 就是不要急 不要追高 尤其是当你看到市场 很恐慌的时候 你不要去杀低啊 你要知道这家公司 它到底做什么的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反正PCB 这个台商很多都设的场 设在这个湖北嘛 所以广大三级就先杀嘛 可是当时市场上 你还记不记得 市场上有一支股票 它是涨的 什么股票 它叫泰鼎 因为它名字有个泰嘛 它工厂在泰国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哇这股票会涨 然后就往上追一个 比较明显的拉抬 可是我们当时 这个在市场上 跟大家大声几呼说 这个博字 工厂是在台湾啊 全部都在台湾 它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可是投资朋友没有听进去 但是我们的加入成员 默默的进场做买进 到今天为止 工厂上涨停板 所以这个地方最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说 股票市场 这个对的人永远是少数啦 所以你要把握进场量成基石 尤其是在这个大盘 今天又往下做一个测试拉回 如果你今天早上 没有把握机会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往上拉高 它打第二只脚再度往上 你可能又错过这次机会了 不过没关系 下一档股票我们也准备好了 所以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持续锁定我们股民当价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一页 好所以我们股民当价 LINE群组的账号是 小鼠HCD5326J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持续锁定股民当价的LINE群组 我们会把最新最详细的讯息 都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也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